欢迎大家来到冬晚辉密电台 at RadioDollar.hk逢星期四晚 我们和一群废物就在这里 朗豪方B2Slowly雪糕店旁边的studio做节目 除此之外大家都可以去cafe厅 otakucafe 网上收听都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这一个 www.radiodollar.hk 另外一个网址就是www.easervish.org 大家好,我是漫游者 我是梅日朗 我是冰姿 好,那今个礼拜呢 有些什么书想说呢? 说什么书呢? 是不是说说黄蜂蕾的问题呢? 说黄蜂蕾?不如说了 三角陈兵先吧 之前我们就 说过一下 觉得他开始稳定的水准 稳定的方法完结 哈哈哈 起码比起初期真的进步了 你说什么呢? 那些画工和故事桥段 起码稳定了 有些水准 每个人的性格 或者 势力 意向方面 都逼里分明 因为之前一早就已经说过 说他们会准备第一辑完结 准备 所以 那今期我有一个 我觉得三角神兵 处理得不太好的地方 上一期就说曹操杀了 还有什么更加重要 因为他们就是要帮曹操打天下 他不像曹操 还说有曹藤这个爷爷 嗯 除此之外 其他人对他来说 都是不重要的 但是对这四个武将来说 应该是曹操 所以我一看当他们四个 成为兽隐者回来了 我就觉得 青龙出洞 真的 不应该是这样 会不会是伏笔啊 我觉得是他 不记得 不是伏笔 不记得 因为李诚 兽隐者应该有一个前提 是呀 是吧 他们就是原来暗地里 已经决定了放弃曹操 随时反叛 这就是计中计 写三角最重要的 那就是伏得太远了 是吧 希望他不是真的不记得 不过就算他记得了 似乎这个写法都不是那么高明 你怎么绑啊 这个最重要的 原来是他老母 这个最重要的是他儿子 这个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 旁边屋邨 三姑 那个朋友 那只狗 我想不到他怎么绑啊 不能绑的啦 说真的 我觉得他真的 是不记得 怎么说 之前他设定这件事 是为了 令到大家觉得 成为受孕者 特别是铺排曹操 怎么放弃良心 再回来那一段 我觉得是 接着去到这里 其实他 用了啦 用了啦 没用的啦 拼不住就当忘记了就算了 拼你的读者就忘记了 你不要以为我们忘记了 大哥要做节目就要做功课的啦 哈哈哈哈 就算人家不记得 我们会记得 只要说给别人知道啦 哈哈哈哈 今期这个位置 令到我觉得很失望啦 另外就是 但是打呢 都打得不错的 虽然 虽然那个 呃 应该说是 以 讲完来计啦 他们不需要用什么特别的招式啦 反而是用一些法道啊 我觉得在某程度上 是新意来的 嗯 儘管大家觉得太多东西要记啦 你不用记住啦 总之你记得有人是法 有人是道就行啦 有人会用火法 武道 有些就是 讲医术的 有些就是讲计谋的 那就行啦 到时他出哪一个 大家有心机的 就去查他是不是 前言不对后语啦 那你先再插他说他不记得啦 但是 如果不是 基本上你不需要记得 嗯嗯 总之大约就是武将 和基本上都是武道的 嗯嗯 不过我发现 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因为呢 他们每一个人的法道呢 都会刻在一些手掌啊 手背啊 或者是背脊啊 之类之类之类 你会有个 如果他使出个法道的时候 你知道曹操是什么 火武 哈哈哈哈 那不认为他拿 叫做法 那不认为他拿把劍去砍油啦 他火法武道嘛 那出现那个纹身 就是火武的纹身 这个 后面有个名叫耀羊的 哈哈哈哈 就是另外有一个法道叫耀发 难的 我想说另一个就是 他今期曹操 用这个牺牲同伴的方式 去打敗这个合成的 引寿 方法好像有些疑气 因为 他之前一路劈他 又说没事 因为他是沙构成的 嗯 又不能够构成什么伤 如果 如果比较有逻辑系统的设定 通常这类有 就是能够转换身体构造的怪物 应该是有一种核心的东西 或者是那个 司法者是藏在 这只瘦的身体某部分 但他又不是说这些 就是纯粹用血啊 就说可以贯穿他 然后就毁灭他 我觉得其实都没什么问题的 嗯 但是做得不够详细 如果他说用户黑的话 譬如 因为火烧不了沙 但是 那些水可以令到那些沙 变成一坨 然后他们没办法可以再重组 这个concept有点像Luffy对Cocodile 就是雪花石膏王国的那一场 嗯 山岳鱼的黑声就是水 所以Luffy是背着水去打他 这个没问题 但是 美田明映狼演绎得好很多 就是他真的试图用水去噴他 然后令到Cocodile去没办法重组 嗯 他有这样做过 但是这一场 这一场就打得太儿戏了 嗯 虽然 常常被人说 一美靠打 但是 打也要打得有智慧一些 其实他用到捉到那个concept 用烏克的concept 来做这条桥 都不是问题 亦都可以同时间 好像你刚才所说 去显示出 曹操个人是 变了 可以泯灭自己的良心 嗯 这样也做得好 但是 在画面上 描写不够 还有他最后致性这一着呢 就是撐着描写 让读者看得更清晰 还有让大家记起 或者叫做会后会用 关于这几期所一直说的 属性商客的元素 这些是有少少白笔的 其实可以是 可以是 怎么说呢 不是落雨战 那你已经抽了这么多人上去 你 搞坏了那些人有很多血 他不一定是 落雨的模式 他一坨地淋回来 好像上面倒屎水 中式武打那些 你用耐力 把这些血 骨 肉脹 变成一把神兵 去贯穿他都可以 或者类似 看你怎么去描写 我的意思其实不是不好 只不过是 蝙蝠描写得不够 如果可以再轟裂一些 然后是 对方 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真的 溶着 或者是被水 漲起了 那就会好过 现在 只不过是 我们平时见到的 戚敬炎 插穿那条 又爆了 不够理想 那 如果他真的 又未这么快 圆得完 希望他将来的 其数 就好好运用回自己的 没有的 我认为下一篇 他自己也写了 是黄天当立篇的 纵将 你今期见到 如果没有记彩 应该是 铝布的设定 他也有 白方天画击 上期也说了 预告 有个铝布 所以 将会走入 董卓之暖篇 所以 基本设定 没问题 有些新意 其实我觉得 但是 每一次都要仔细 要不然 浪费了设定 接着 有一本书 我很想说 《龙虎门》 嗯 《龙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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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他已經有證據了,那需要有一個高官被殺了才來凍結火人邪臣或羅薩教的錢呢? 作者對日本社會的描寫是很仔細的 現實中的日本政府可能真的要等有這些事件爆發才會做事 看看你接不接受這個 勉強都可以這樣解釋,此事牽連多名國會議員和內閣大臣收受巨額賄款案,羅薩教在政界靠山自身難保,所以 所以是我自己加的,來文是沒有寫的 羅薩教核下的企業集團被警方以涉嫌非法手段進行反罪活動,而資產全被凍結,也因為政客自身難保,所以沒辦法幫到他 因為日本警察本身權力不是很大,日本警察本身權力不大 權力不大而已,但他有證據去裁判,那是否可以動員警察去封鎖艇 那本件是要保安廳的,要保安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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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教讀者路良保元,不過今期我不是很想說,重點不是說羅薩教 今期的重點我想說,都是說我最想大巴大巴扯的女主角之一 其實應該是我最想打獲金的男主角之一,就是鴨黃小龍和玉兒 話說今期不知道為什麼,龍虎三王和小英在一起 可能小英為何這陣子出場,因為她正在推出手板,所以要多些機會出場 話說玉兒見到小龍,然後在羅薩堡裏面 邪臣就跟玉兒說,叫她跟三王說 邪臣見不到三王就下令處決人治,如果警方介入照樣殺人治 菊池郎問有沒有見到人治諸如此類,過了一頁在談談 黃玉兒問了一句,玉兒為什麼你在這裏呢? 玉兒回答了,邪臣偷露微糧在她手上,所以我就來了 然後就開始談談各位怎樣打算 黃小虎就傻的,一定要去匯一匯他 好像胡意粉一樣匯一匯他 大家都說去吧,然後呢 最後,最想說的就是這一段了 剛剛玉兒就跟黃小龍說 放心吧,你爸爸媽媽一定會吉人天上 然後黃小龍就說,謝謝你 我現在只是想救回親人和朋友 其他的事,有命回來才再說 人家都沒有說什麼,自己爆套 這句圖,你現在的反應和小妹今天看到這一段的反應是一模一樣 人家都沒有說跟你談情 這些自作歌情的一刻不討厭 然後那一格更搞笑 生死關頭,加配珍惜眼前人 玉兒對小龍的恨意不自覺拋到九燒雲 但是在那幅畫裡玉兒情深地看著黃小龍 但是黃小龍的賤人是奸笑 因為你這個臭貨還不吃滑你 如果可以加一句bubbles或者一個想像在那裡 即是那個想像的bubble在那裡 就是黃小龍這個人就發覺 嗯,這個人已經令到他對我難捨難離 你這臭貨 那些孤爺仔那些 原唱的孤爺仔那些 自編自導,自演劇情 好了,接著 在後一頁,玉兒帶路 我是依照邪神指引行走的 怎麼會這樣 他在說的就是為什麼走著走著 會看到一道鐵牆 走到一個曲折的盡頭 黃小龍說 會不會是走錯路啊 那為什麼你關心玉兒 如果你關心玉兒的 為什麼你不是問 為什麼你會知道 為什麼你會看到邪神 邪神有沒有對你怎樣 他有沒有傷害你 但是他只是問 會不會走錯路啊 其實黃小龍對玉兒 只是有利用的成分 我覺得 或者作者 自己用了讀者的角度 去看他們的人物關係 或者劇情 忘記了 其實小龍是不知道 玉兒和邪神之間發生的事 變成理所當然 所以小龍應該知道他們的事情 所以問都不問 會不會你有親人被他 或是我們這樣 完全是非了這些劇情 關懷慰問 可能他知道黃小龍也有看龍虎門 所以這兩期 總括來說 劇情去得很急 有些又 違背了一般 現代武俠的風格 變成了很多政治事件 自圓奇說的說法 最重要是說不通 變成了 之前收太多投訴 說他還要拖多久 為了加快劇情推進 就遺忘了 這些重要的劇情交代 這些情況你們還沒習慣嗎 為什麼大家都會這麼生氣 不是應該習慣了嗎 習慣了 咬謝幫就不用做下去了 齊齊飛去罷體 有些人不明所以 有些讀者沒有想到 中間是有一個問題 不發覺 還以為很理所當然 我們當然要提出指證 不然每個人都認為可以接受 下一代的港版文 寫得更難都可以 現在我們看到的問題 就是 舊鑄龍虎門 都不會出現這些 現在新主出現了 是不是應該關注一下 就是這樣說 我們現在在做港版咬謝幫的功能 就是 買一本 咳十本 就是黑暗兵法 透過我們買一本 告訴大家 好或者不好 然後讓大家去買 或者不買 但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罵得厲害的 就多人買 讚的就沒有人買 都不是的 應該正在改變的了 如果不是 為什麼會 開始都看不同書 裡面的作者的回應 好像是回應著很多讀者的疑問 我相信 他們會有關注這個問題 但不是說一時三刻 可以糾正得到 所以大家繼續努力 去提出自己的意見 或者想法 接下來 這本陸虎門就講完了 這本陸虎門就講完了 咦 海虎啊 是不是 武神 哈哈 差不多 大家都當是同樣東西 繼續打 這個又變得離譜 早兩期都叫做欣賞一下 裡面的義氣的描寫 早兩期的會光反照 真是慘 但是現在 垃圾始終都是垃圾 不是啊 早兩期 上一期 嗯 都說 殺到禍 透過自己的漫畫 去跟 讀者說話 譬如 他怎樣請假回來 哈哈 或者是他對海撒的那個看法 上一期海虎跟大家說話 透過海虎的話 肥仔跟大家說話 我對觀越童的愛你們理解嗎 跟你們說的 是浪費時間 都比牛彈琴 如果是這樣 他就不要經常專欄寫 哥爾夫球 他對哥爾夫球 愛對獨者來說 都是對牙彈琴的 那他寫這麼多把鬼嗎 不要說 他根本是自打嘴巴 你又要逼人去聽你的歪理 但是別人說 有問題 你又不接受 還要當別人實負仇人 搞到眾叛親 你說有什麼胃 不過很有趣 你看到這位肥仔 什麼東西都可以跟別人分享 什麼東西都可以當是新內物 在他心目中最重要是女 你看他的作品 大部分時候 兄弟反目 包括白乾坤 那本是否是白乾坤 白乾坤 譬如現在這個想法 唯一可以激怒他 或者令某一個角色 跟他的好親的人反胎 只會是因為女 不會是錢的 當日武神 邪惡武林 走火人魔 都是因為外人捨棄 捨他而去 這是他自己 握得很緊的宗旨 但是對外人的執著 對於權力 反而不是大問題 最重要是有沒有女 所以呢 在他生命裏面 最重要的就是女 既然是這樣的話 即是說 只要他一娶老婆 其實一定是向這條路走 當然 如果 他老婆 或者他女 不是坊間傳聞 那麼霸道 說一定要安插他自己的親朋戚友 在他的公司附近的話 可能這個現象 簡單來說 愛戚不乾淨 或者不主動乾淨 或者 基本上 你的皇帝 不會無緣無故給她的權力 你愛她 不一定要給她的權力 所以 看到這個人是很有趣的 他錢無所謂 以前的人 對嗎 或者他現在出人工 就是去勞工署登人工 都是一個相對 相對高的一屆 那你就會看到 這個人其實是有他的執著 所以他又借回海虎的口 和大家說 不用說了 大家怎麼罵我都可以 就是唯獨我的女生 不能放棄 但是最有趣的是 他又將她 同一書裡面 主角天武 用她的口說 我不知道怎麼搏你的歪理 總而言之 我不能夠認同你的做法 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的心 或者是他良知 自己都察覺到有些問題存在 不是 我反而覺得 就是 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對的 就是說 其他人根本沒有道理可以反對我 你們這群讀者根本沒有道理可以反對我 我喜歡我的女兒關係 是嗎 那你們 其實反過來就是 當天武跟他說 我不知道怎麼反駁你的歪理 其實 我自己覺得就是 他覺得 天武說的就是歪理 因為你都沒有真真正正可以有道理反駁 即是揮擊到我 所以海虎是對的 他說得對方口啞啞的 不能說 主要是因為海虎力量被天武強 你試試看 他這裏是純粹辯論的問題 他說我沒有辦法可以回應你的歪理 即是你根本說不了 這段故事 其實這個空間也有趣 因為海虎 擁有一個最大的殺傷力下 壓迫著對方 他可以什麼都說得出 隨心所欲 但是被壓迫的一方 未必可以組織得到 我會這樣看 接著到今期 又說吸了一些 什麼亡雲蟲 由一百萬匹到一百萬匹 但是最後那個拳 都還沒有打到出來 算是拼了 其實一百萬匹到一百萬匹 我想當時沒有神 已經有想過 最後會不會是殺暗天和邪惡武藍 大家用兩個人同事 達到警戒的對決 但是最後沒有寫到 連他們用多少萬匹的力量 或者招式刀 一個大爆炸 就遮蓋了 大家看不到 但是現在這樣寫 就是創一個歷史先河 在海虎的世界裏面 反而就沒有什麼震撼力 因為他們用一些很兒戲的手法 純粹吸一個力量 就能夠出得到 那些東西不是他自己裏面 那些東西不是他自己裏面 這種感覺 他不是自己裏面 那些東西 所以雖然兩個人出一百萬匹 本來就應該很有震撼力 但是看完都沒有什麼震撼特別的感覺 你想想 以前九十萬匹 就是好像 首男對次男 一百萬匹 對九千九百 九十九百 九十萬匹 真的打到幾乎 整個地球都爆 土星有爆 什麼鬼都爆 現在 一百萬匹還是一百萬匹 哦 放煙花 反而變成那時抄襲 海洋風格那些本地漫畫的感覺 你會覺得是次貨 沒有什麼震撼力 從頭到尾 他出那些吸精蟲 吸精蟲是一個錯事 是妄運蟲 哈哈 這麼容易 吸幾條蟲 就說出到一百萬匹 搞到便宜了 但是他說 還有一百期左右出 你想想 以前海虎 基本上幾輯裡面 才出過一次還是兩次 兩次 三輯裡面出了兩次 三輯才出兩次 而且是兩個人 一人出了一次 一人出了一次 包剪 大家在那裡 好像那時候龍珠一樣 超級殺人 大便賣通街都是這樣 那不值錢 那不值錢 那將來會演變到 他會有些更加 比一百萬匹更厲害的東西出來 那便變成無知經 其實現在一百萬匹也不是最無敵 那就是 現在一百萬匹已經不是無敵 因為他有幾個層次去調教 又加了幾多萬兆流量 因為之前一百萬匹已經是終極了 還有之前未死的巨沙都說過 他那個黑洞能力 有信心如果正面對抗的話 連一百萬匹也化解得到 那變成這件事本來最強的秘密會 如果大家記得這段 已經覺得感覺上已經不是最強的東西 就像以前黑洞 以前講到終極3GB而已 最多 然後越誇張 又去到10GB 慢慢將你本身設定的最強力量 弱化之後 將數字推上去 這件事沒有意義 變成數字化 那越看越看越悶 所以近這十多二十期來講 最能夠給予感覺的 都是寫回人情 即是喪紅那群彈散 非中的強者 二線人物 那些大家的義氣 反而令我覺得欣賞 各自有各自好的地方 海虎就寫到他的霸氣 好像你剛才說 喪紅他們有一群 本身走過來 不跟勢力走過來 合在一起 雖然是一個很隨意的結合 在組織上面 但他們也有義氣 那些人 不知之外 為了賣一台 但反而最垃圾的 就是作為主角之一的食天鋒 那他的哥哥 難怪看不起他 不用你幫忙 算吧 他都這樣勸他 好了 接下來我想提提溫水溫群合轉 第二期 怎麼說呢 基本上劍橋 經常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頭身比例 好像今期白壽飛出現的最後一幕 是很長 非常之長 非常之長 人頭和身的比例 長得太厲害 這個連日晚的九頭身的比例都超越了 應該十幾頭身的 高朝陽 他不是故意寫這個人的身材 應該不是 比例錯了 應該是比例錯了 但劍橋畫開一些畫 很多時候都是過份撩長 太撩壽太收場 因為上期四大明報的封面 又是畫了人物的身形比例 是很長 有些像 那些非洲長跑選手的身形比例 我那一刻看的時候 發覺都不錯 不只是個個都 同一比例的大隻佬 寫下高瘦的人都可以 但今次看群合轉 臨尾那裡又覺得太傾盈 有少少 但大部份都正常 暫時來說 另外這個觀測真的很厲害 是可以 在練功的期間 是可以看得到千多年以後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他可以給到中國企 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企 給了 天眼通的能力 應該不屬於天眼通的能力 他超越時空 在未來 是想像到 就是透過腦內電波 去感應得到 未來會是甚麼 你可以當是一種神通的 如果以那些道教的力量來講 如果這樣 他就是這樣描寫 當然他知道未來也不等於他一定會厲害 但似乎會跟其他人不合 不過 反而我猜 反而是 可以這樣想 因為他有這種能力 所以在那個年代 即是濫宋年代 他就是一個 神經病 被人覺得 因為他知道了未來的東西 可以拿到未來的東西回來 他拿到一支中國棋回來 所以他是一個神經病 給人的感覺 另外 我有一點點 不是特別喜歡 關於這個 金風世語流 對六分半堂的那場戰鬥 因為六分半堂是很厲害的 看上去有很多堂主 又有這個 低手神龍迪飛驚 這些名字很熟悉 以前劉定堅都抄不少 然後有些 六堂堂主 五堂堂主 四堂堂主 二堂堂主 全部都是姓雷的 然後在兵力上面 在漫畫裡面 黑色的 就屬於雷選的一邊 即是六分半堂 白衫就屬於金風世語流那邊 又是雷家那邊比較強 即是六分半堂比較 人多勢眾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實在想 難道為什麼 在勢力分佈上面 雷選要準備三年 才可以排出一個這樣的計 既然想早些抗衡權力幫 就不應該等三年 你不知道三年之後 發生什麼事 如果金風世語流 是立了些勁人回來 那你就慘了 跟別人搞修夾合併 或者請關外幫忙 即是 你既然可以 有這麼多人才 尤其是有個低手神龍 迪菲經 他幫了你 他幫你思考 也不需要思考很久 怎麼看都看不出 可能是未夠時間描寫 但在蘇夢審的時間裏面 他始終都是屬於一個很弱很弱的勢力 我反而看不出 好像他一開始鋪排 這個講 關於金風卷世語 港湖六分半 為天無用處 罪惡權力幫 他們是當時江湖的四大勢力 可能都是順序這樣排的 金風世語流就是最差 四大裡面是最差 都有可能的 但是整體那個勢力安排 可能他實在太少人了 如果反而反過來 當時在那場巷戰裡面 白衣的人是多些 但是黑衣的人是多些 那反而有得聊一下 以量去壓制 另外當然他中間有說過 就是因為蘇夢審 有一直廣告白衣 雖然人少 但是怎樣暴陣可以 對抗黑衣 但是這樣的話 就會反過來 是蘇夢審的計劃太強 而且他也做不到那種 畫面上表現不到 他怎樣指揮 那些暴陣改變 都是小小色寫出來的 在旁白佬寫出來的 也沒有這樣的 畫面上的刺激 可以令我看得出 蘇夢審是很厲害的 你寫出來 現在大家看得太多日晚了 在旁白寫出來的 那些併令傍郎 或者你怎樣形容 那些劍快慢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對於已經看了很多日晚的讀者 他們是不會覺得這些文字 或者這些文字是有意思的 不會因為你寫 這一招是快劍 而我就真的相信 我會看你的畫面表達 究竟是不是匹配 所以 但是 基本上 分鏡 和構圖 都 尚算不錯 第二期 始終都是 所以劍橋 一般都有五期不化 對 我之前都跟人開門口 問他 這個質素 我猜是五期 五期應該沒有問題 如果能夠去到十期 應該會打得好運 比起神領 當然都是要橋段 那方面 配搭得到 我猜其實 怎麼說呢 如果跟神領比較的話 溫穗安群合傳 我們應該會比較容易寫一些 因為一來傳統武俠 你不需要想太多 之前異能 事空框架 宗教信仰 基本上 由於已經有溫穗安 我經常都說了溫穗新 都是一些江湖的東西 只有江湖的框架 所以就不會走得好錯 至於是被人勁發 是因為太多人物 太多勢力 如果他一時間 小小編排上的出錯 就像今期一樣 兩大光派的衝突經驗 我們看到是有問題 如果他再下來 沒有很好 找人審視過劇本 不斷重複這些錯誤 之後就像一個線頭一樣 就解不開 玩難 當然我剛才那種批評 我自己覺得 可能是嚴苛得太重要的 理由就是 如果大家頑固古惑仔 鴻兄都不一定可以 即時搞正這個三聯 鴻兄和東英是最大的 但是鴻兄不代表 說炒了 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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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聯或者是 長樂 就炒到的 都可以炒不到 總之 他有十二渣 炒雞 又有大飛 又有太子 又有陳浩南 我覺得他不炒 有很多時候 會有因度考慮 炒完之後 你自己都害怕 被人撿雞 就糟糕了 被怕 曾鴻兄那邊 可能會踩過來 我的意思是 所以我覺得 雖然在畫面上 今期處理得不太好 令到我覺得 雙方不是真的 他所說的 四大勢力那麼小 軍力敵 但是這種批評 也不完全是 必然的 因為可以 好像剛才所說 最大勢力的要炒 那麼小的勢力 也不一定是 誰知煙那麼容易 今集最後 還有一點想大家 預測一下 街霸四今期終於 都賣廣告 在封底裏 即是有作品賣廣告 你們覺得 有什麼 prediction 我就真的 不太看好 雖然近來 遊戲 Xbox 就叫做 鬧得熱烘烘烘 手掣都炒貴了 四圍撲 但是漫畫又另一回事 一來 大家對這個夢幻組合 就有戒心 不是有信心 等一下 你們做prediction 的時候 我們就要引用 殺到其中一句話 我們作為一個民間電台 要小心講話 要不然就被主角出來搞我們 在這個廣告之中 主角就是消費者 我們也是消費者 所以 哪個民間電台說的 天天抱女 應該是買VADO那邊 那邊 那邊多主持人 我們不說明哪個就可以了 所以 殺到我們很少提 十年都不稱讚他 先講解八四 你繼續 我不是太看好 如果大家真的有信心 我們起碼在肉記的方面 看他拖了那麼久 都不出 那些宣傳還沒做 驚異覺得 他自己也信心不足 那 二來 他 現在 本來說是跟遊戲一起出的 現在都退遲了 那變成 吃不到最熱的熱情 我當理想的 那些人可能買不到遊戲 或者買不到手掣 看到一本書都可能買一下 不是 不是 笑容 我覺得如果兩個一起出 反而未必有數 破解 之前都是 最初出街霸一的時候 都是遊戲 Hit了然後才出漫畫 所以當時都比較受歡迎 是這樣的原因 那本街霸一的時候 那時有四本的 同時期有四本這麼多嗎 最多 第一本和第四本 時期不同 但是 最旺盛的時候 同時期有三本 不是 四本都有 是 許敬的街頭霸王 謝志明的中華拳王 嗯 自由人出了兩本 大衛夷那本 好像叫做快打旋風 志明那本叫街頭戰士 同一時間有的 至少我 我當時知道的就是 快打旋風和 許敬那本街頭霸王 是比較受歡迎的 跑出 因為他本身的名字 是直接跟那個遊戲有關 那些人會想到 跟這個遊戲有關 但那時的遊戲是已經Hit了 現在街霸四分的遊戲 是未出未Hit的 只不過是大家炒作 Hit了 出了 這遊戲出了 打到餅盲 都說手制都被人搶了 那變了 我自己就覺得他是錯過了 因為那時街機街霸那裡 熱潮維持得很長 但是現在街霸四 就沒有當年 一來格鬥遊戲的熱潮過了 相對市場上也消化了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去吸引了 即是其他類型的遊戲種 那變了 肉記自己出書 不把握這個稍順即勢的時機 似乎是有點失算 那又未必的 因為我本身又不是好打街霸 其實我對這次去經這本街霸四 都有點期望 那你買吧 哈哈 有沒有打算參加那個讀者會 給一下意見 完了啦 21號嘛 過了嗎 我呀 這些讀者會 真的不知道搞來為甚麼 除了做勢之外 或者是幫公司燒錢 搞活動 幫高層價 你給點時間 我練好武功 當我回到之前幾天 再去讀者會 哈哈 是這樣的 你說這個是天然無敵師做得到 我們普通人做不到 我自己就覺得 街霸四 或者這樣說 有些先天性的不足 他好就好在都是用阿龍阿Ken做主角 但是 用阿龍阿Ken做主角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們已經成為了中師 以前看街頭八王為甚麼這麼開心 就是因為 你看著阿龍 那樣由一個年輕人 變成 當個世界上 其中我最厲害的人 阿Ken仲灰 即 原名奔離 阿Ken仲灰 直接被人打到 他偷渡 要去夢幻 夢幻 夢幻都市 好像叫做 然後 不敢見到神武天王 才可以成為 成為 霸王 霸姐 不是北霸王 是超級霸王 成為 可以做到 練到霸姐 你是看著他們兩個成長 包括春麗 整天都被人說 印度佬強姦春麗 根本就沒有強度 強不倒的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不要入得太厲害 你叫印度佬 不要入得太厲害 印度佬會伸長 手輪到你的腳 我覺得 讀者不要入得太厲害 那一刻 你要營造氣氛 令到人覺得達阿爾是奸 強姦的女主角 以試圖強姦的女主角 就最令人有公分 現在大家都覺得 印度佬很討厭 他是改了遊戲的設定 因為遊戲裡面 印度佬是中的 他是一個好人 但是 沒有所謂 打亂你 打亂了人物角色關係 沒有所謂 為什麼鐵面 不可以跟阿Kent爭女 所以我覺得 中間要 fair 一點 但是他 之後一路去 越來越走科入魔 這個是事實 《街霸3》 或者《天行社》 其他作品 他們兩個合作 都是不好收場的 這個的確 就是阿朗剛才說的解心 所以《街霸4》 他不是因為可以讓我找回以往那種 《街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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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價值 如果大家寫得太亂來 產生了一個 律者 傷亡或是打擊 κι人士 他們的品牌會寬攏 對於故事,需要看過很多 broader《街霸4》 這就是前科的問題 這是偏見的問題 如果這樣說的話,為什麼我不看日本的東西 講打鬥,我覺得香港的東西一定比日本好看 大部份的日漫會好看 講漫是,但是遊戲漫就零計 因為寫遊戲漫的那班,從來都沒有寫打鬥或格鬥漫畫的能力 過了這麼多年,剛才一開始就講他們這對夢幻組合 因為他們這麼多年都沒有成長過 所以你就不能夠放心給他們這十幾元賺 現在中興寫黃鋒雷那裏被人救病的都是這個問題 那你有什麼可能會期望他由黃鋒雷寫這些異能 突然之間又很正路地寫和街霸吻合的故事呢? 那有些擔心 沒關係,我們看看他吧 接下來多點資料,我們又再留言一下 或者預測一下,再正式說吧 好,那今天時間都很長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和大家咬借 轉頭回來還有ACRepos,待會見,拜拜 每天都快樂 我們下個星期再寺 我來仔細吃